过生日向男朋友要礼物 怎么能够想要什么就说到什么呢 这个视频呢 男生最好别看 不然你会发现 你可能已经被套路了恩赐了 这个方法呢 是我跟我的海后闺蜜学的 她这招简直是太绝了 建议点赞收藏 别轻易使用 不然呢 一般男的绝对受不了 当然啊 这也得需要一定的悟性 建议你反复观看 很多女生要礼物呢 总是不好意思直接要 总是各种委婉的暗示男朋友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男生在恋爱中 她的情商是非常低的 她根本都觉察不到 而我这个闺蜜呢 她找男朋友要礼物 却反其道而行之 她从来不会在生日之前 有任何的提醒和暗示 只有在过生日的当天 她才会使用她的秘籍 比如说 她找几个男生啊 一个男生给她发个9999的红包 但是呢 她会拒绝 第二个男生给她送99朵玫瑰花 第三个男生呢 给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其实这些都是她想要的 然后呢 她就把这个截图 发给她对象 跟她说 哎 你看这个男的一直追我 还给我发红包 但是我没有收 然后她又问她对象说 你送的99朵玫瑰花 我收到了 好惊喜啊 我好喜欢 刚才有个快递给我打电话 说到了一个包包 是不是也是你送的呀 我现在下楼取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她的对象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立马就有危机感了 这就是男人 没有硝烟的战场呢 她对象立马跟她说 不许收 然后跑到楼下接她 带她去商场 去买更好的礼物了 听完她说的这番话 我当时就开窍了 我终于知道 为啥我出这么多对象 一个礼物没收到了 我就问她 你这一套一套的 跟谁学的呀 她就说 我就看了一本书 叫做做人要精明 做事要高明 书中呢 有很多的案例 让她学会做任何事啊 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别人不关心你 是因为你没有触及到 她的利益 把你的问题 和她的利益 结合在一起 你的问题啊 就迎刃而解了 我这个朋友啊 用书中的方法 在每个节日生日 都能够收获 她想要的礼物 现在呢 我拿到了这本书 作者的底价 9块9包邮到家 只要点击 左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获得 真正的体会 做人做事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